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读书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读历史,好吗? 我已经通过桑海神州的节目 和这里的节目,也都是和大家分析了很久的历史 起码有几集的地方可以和大家重温的 青英第一次战争,鸦片战争 也有讲过关于英法联军,我们看这个桑普频道就看到了 另外在桑海神州也有讲到二和团和八国团军 东南互保,后来讲孙文 也都是刚刚过去几个小时,讲过这个汪正慧 和讲到一些在抗日的神话是如何被列祖出来 今天和大家再重温一些清朝的历史 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一个人就叫做洪秀传,太平天国 很多人就觉得这段历史已经如烟过去 有些人就觉得,共产党就赞美洪秀传 国民党就踩洪秀传,但也不踩到尽 因为孙文就是奉洪秀传为偶像 他觉得他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第一人 各位,站在这些角度来看,都是明与清,正与邪的对决 从来都不将生命,自由,人权放在第一位 如果我们的价值体系是一致的话,我们只有对洪秀传 说给他知道,说给他在地狱去知道 他是一个魔鬼,是一个魔头,是一个恶魔 绝对不值得任何一丝的推送 我们今天读这本书,就是我经常很推荐大家看的 就是这个余杰,余杰是相当出色的一位独立评论人,知识人 他现在是成为了美国人鸭 这本叫做《颠倒的民国》 他有很多本书,包括《1927民国之死》 《1927民国崩溃》 以及最新出的一些书,也都值得推荐 我会在有时间的时候,逐一推荐给大家看一看 这本书,他讲到《洪秀传》在第三章 《洪秀传不是基督徒,而是共产党》 《洪秀传》有个这样的诗 耶哥带朕坐天国,素灭邪神赐光荣 西洋番帝听朕照,同顶耶哥灭丑虫 觉得灭丑虫,不须放屁,是看天翻地覆 似不像毛泽东 所以我说,由《洪秀传》,一日到孙大炮 一日到毛泽东,其实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同质同购 说得粗疏一点,就是神的 说得正常一点,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一些充满了自大、自卑、独裁、不反省 不去懺悔、不去欠虚的一种人格特色 他认为自己是最大 他认为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世界最高 天爱无天,他就是神 这就是《洪秀传》 两次鸦片战争的规模和损害 跟太平田国之乱的后遗症相比 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英法军队也做过一些消杀劫略的暴行 但总体而言算是文明之思 至少没有做过近代以上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即集体屠杀 而作为明清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 这一场中华帝国内战 奪走的人命堪称史上之罪 根据中国学者在1999年所发布的一个研究估计 在1851年至1864年期间 受太平天国之害最严重的东南五省 即是江西湖北安徽至江苏 其人口一共减少了8700万人 8700万人 其中5700万人是直接死于战争 而其他人真的降低了 因为降低出生率而无缘出生 那你说直接死的5700万人 关于这场战争 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冲击 学者推测有7000万人死亡 并让清帝国的人口中共少了1亿多人 这场内战死亡的人口 超越了20世纪的中日战争 国共内战等外战和内战 美国历史学者裴士峰 在《天国之秋》的书中指出 太平天国战争几十年后 创伤仍然被治愈 去到1913年清帝国已经覆茫了 中国人口仍然未会到1850年之前的水平 在这一场被认为在人类史上 奪走最多人民的内战之中 中国蒙兽的破坏和社会混乱 是前所未见 这种情况 很多历史书都不将这种破坏力 那种人被杀的数目 告诉大家 5700万人 毛泽东的大饥荒 饿死了3000至4000万人 其他的动乱加起来 毛泽东是害死了至少8000万的中国人 而熊收权害死的5700万人 可以这么说 在整个华夏历史上 可以说是排第二名的了 毛第一 熊是第二的了 对于受外来思想刺激的近代浪文喜事 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什么技术呢 有人比较中国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 发现差异是巨大的 台湾货本用一整节的版面 介绍太平天国运动 并且对该运动下定论的时候就说 太平天国起时候曾胜极一时 但最终归于失败 原因虽多主要是其余网残暴 措施荒谬 违背历史文化和人性情理 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极大的反感 因此称之为动乱 而对太平天国领军人物的熊收权 即使用忠诚语首领去签分英夫 为何这样呢 因为孙文鲍扬 不敢全面去否定 但起码作出相对负面的评价 而中国的教科书 花了一整节的版面 介绍太平天国 但对它极为推崇 将其称之为起义 推至反侵略求民主的高度 其中十分强调天朝填某制度 反映的平均主义思想 评论其为 几千年来我国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运动后期的资政新篇 则被认为先进的中国人 首次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 不知所谓 台湾的教科书虽然比中国教科书客观公正 但两个教科书都未秉持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正在开始已经和大家说了 中国的教科书对农民阶级 怀有虚异的同情心 对太平天国赞不绝口 但对其失败深表遗憾 台湾的教科书就站在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立场 尤其是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 也就是掌握写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立场 对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太平天国运动评价较低 中国评论家老虞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文章里面说 更比较了民国时代开明版历史货本 与当今中国历史货本技术太平天国的差异 二者篇幅均为四千字 读者得到的就是永远不同的知识 前者就是讲述客观存在过的历史 资讯详实丰富细节逼真立论端庄 大都令人信服文字雅正美美而谈亲切有趣 后者议论带史大都为概括性的罪述干别胡无味 关于红秀传 中国历史货本的最述就是说 应考不中的红秀传 得到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冊子 由此创立拜上帝教 1851年起二号称建号是太平天国 不久就称为天王分封诸王 1853年攻克南京定为国都北伐细征 攻城略地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发生内控洋秀清 伟昌辉石达开商计史去 而洪秀传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修成 洪仁軒总理朝政 李修成东征湘军攻陷安慶 陈玉成战死 洪秀传病逝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这个技术是以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观点为主的 在中国奉建社会里面 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 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 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个与马克思思想是有重大的大商敬庭 因为马克思 这个中共当成老祖宗的德国人 在他的中国事件这篇文章里面 严厉批评太平天国 但是中共的教科书 中国教科书 完全不提马克思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 马克思当时是这样写 这篇文章叫做《中国事件》 除了改朝换代之外 他们没有抱任何任务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 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慌 给予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慌更厉害 显然太平均就是中国人的幻想 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再说一次 太平均就是中国人的幻想 所描述那个魔鬼的化身 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 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洗脑者 读讯George Orwell 乔治·厄威尔的极权定律 谁掌握了历史 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 老虞感叹地说 将历史课程 变为认识历史的障碍 这个就是偏赞者 想要做到的事 由于拒绝转型 骨子里的合法性危机 就会转发成执政焦虑 于是就以更强硬的姿态 对抗世界 以万环来对抗文明 以歪理强变 而维持其支离破碎的意识形态帝国 被如此修改的历史 按照孤独的革命者的逻辑剪裁 呈现的是一副荒唐滑稽的面孔 一个正常智商的人 无法接受这样的洗脑 但是中国人当中 有多少个有正常的智商呢? 洪修全 在25岁的时候 第三次应史落地 归途中遇到第一代华人 基督徒梁法 送给他一本宣教小册子 《圈世良言》 梁法 跟随第一个 去到中国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 马里顺Robert Morrison 成为第一个被马里顺施洗 并占安立成为牧师的华人 就是这位梁 这是梁法 但是梁法的文化程度有限 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也不准确 圈世良言 基本上是圣经经文的片段 梁法个人敢吾 以及中国瑜伽道德教法的大集会 受到落地的打击 洪修全重病一场 一度陷入昏迷的 《病中幻觉》 来到一个广下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 庄严如宫殿 有一甘肃黑衣的老人对他说 命你到人间去斩妖除魔 救者一切兄弟姊妹 又见一身像 超过一像之世人 自称其长兄 以素除妖魔之事吩咐之 从此 洪修全 言语沉默 举止怪异 这个称为丁友义梦 丁友连 就是一个年号 就是这个天干地支 六年之后 洪修全再度参加广州乡市 仍以落选告终 寻梦中 他再次翻越 向冤世良言 在书中内容 与以前大病时的幻觉比较 认为自己受了上帝之命 下凡诸妖 由此他创立拜上帝教 尊耶和华为天父 自称耶稣之弟 天父之次子 就是第二个子 宣称耶稣为天妈所生 自己是阿妈 就是凡奸欲母所生 根据洪修全遗留下来的诗文来看 文字粗漏不堪 逻辑混乱矛盾 不孕着读 如此水准 在科举考试中落得亦的情理之中 但洪修全极度自戀 自视极高 这种自我认知障碍 遭遇现实的沉重打击之后 很容易发展成人格分裂 这个不可一世的天王 其实是一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台湾历史学者盧瑞宗 在《太平天国的神权思想》一书中 对洪修全病症做了深入研究 并根据美国精神学会出版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搜册 因为洪修全患有狂粗型粗屈症 狂粗型粗屈症 它列举了这个病症的诊断标准 与洪修全的病重一一对照 共有13项是相符合的 洪修全离开了教会之后 决意发动武装起义 新政权名为太平天国 一路势如破终 衰扭的白旗和陆营不堪一击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之后 立即大兴土木 修建给北京只禁成大一倍的天王府 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 洪修全关门当起皇帝来 他正式拆封的妻妾有一百多人 他的人数太多 以编号称之全部有number 他甚至下令天下 所有少妇闺女被天王选用 连他九岁的儿子都分别了四个老婆 思学家唐德光称之为性变态 唐德光说 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 自武昌乘风破浪 攻向南京的时候 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磅五的时刻 天王红兽传宗司令 在龙洲中所写的余子 竟然只有一件炎禁徐征像事 在余洲之则偷窥天王娘娘的照书 奇怪不奇怪呢 在太平天国内部 对权力的争夺 远高于对信仰的追求 在天经事变之中 天经就是南京 天经事变之中 对皇 这个此皇 对彼皇 的杀龙 残酷程度 也都远远甚于 与清兵之间的血性施杀 在号称纯结美好的天国背后 是惨不引导的地獄 权力 赤裸裸的权力 成为了唯一衡量力量的标准 而太平天国后期 洪秀全一口气插封了2700多个王 为耿古所未有 这个天国就是邪恶的天国 这个天王是邪恶的天王 与其说洪秀全是基督徒 不如说他是共产党 他号称一切土地财物 都是天父所赐 人人共用 可谓共产共妻的善区 结果 洪秀全家族 贵戚和诸王 人人腰前万贯 南京城内 貧苦百姓 只能够隐机挨饿 渴从天而降之甘露 即是要 不是吃草 要喝鱼 太平天国 在他统治区内 推行给满清帝国更移密的户籍制度 将统治区居民 当作一火火螺丝钉去管理 像不像共产党 根本就是共产党 洪秀全命令实行禁欲主义 取消婚姻制度 男女婚居 不允许 基层士兵和普通老百姓建立家庭 和马克思同时代的洪秀全 虽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但将马克思虚构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现实中加以完整的实践 此后的毛泽东 和红色高面的波暴所推行的共产制度 亦比不上洪秀全那么彻底 背离人性的共产制 是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独裁的 太平天国不是一场阶级革命 也不是由根正苗红的农民担任领袖 太平天国早期的诸王 包括红秀全本人在内 可能是落地的文人 可能是帮会的头子 或者是渴望龙袍家身的土财主 少有财和日当五汉地和下土的农民 于中国历史上历史农民起义一样 他的首领大都是野心勃勃的流民无产者 即是流民无产阶级 所谓马克思最讨厌的 也就是毛泽东最尊崇的流民无产者 农民只是被逼参与其中 且多处于低端的被统治者的地位 身处饥荒与阿康正夹逢之中的农民 不造反是死,造反都是死 只好奋不顾身放手一搏 更多的农民一有机会 就会成为成批逃亡的人 或者投降清军 但根本不具备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 所以你用马克思主义去套红秀全 完全是不通的 他根本就不是说奉行一些 什么所谓的阶级的理想 因为马克思主义 本身就是一个流民的主义 而这么巧 马克思主义讲的美来新世界 红秀全一点都做不到 因为他紧跟马克思主义做 跟左派、学左派、信仰社会主义 一定开不出他讲的美来新世界给大家 只是复应于独裁与专制 所以在香港一批老座派 火红年代出身的 什么毛派、托派 一直到今天白了的 全部是思想未啟蒙的人 继续读 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的革命 不如是流民的豪道 流民最大的梦想 就是杀死皇宫畏族自己取而代之 功成略地有所收获 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 人们就会发现 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 和本清皇帝和皇宫门相比 他的腐败暴虐 又过之而无不及 洪秀泉公然宣称 生杀尤天子 朱冠莫德韦 这个完全是瑜伽 君酿神死 神不得不死的 刚常观念的老吊重谈 去到1847年初 洛泊的洪秀泉 曾到美国传教士羅孝泉 Isaac Jacobs Roberts 在广州的礼拜堂 并要求受洗 罗孝泉不同意他 对于大病时所见的异象的见解 因为他对教义的认识 完全错误 拒绝为他施洗 后来 罗孝泉就说 我相信他是一个精神错乱者 特别在宗教的事情上 我不相信他在任何事件 有确实的理性 即是他是瘋的 洪秀泉 及其报下内心 并不信仰基督教 而所谓拜上帝教 只是他列造出来的四笔像 洪秀泉以御用的珠沙墨 鸟草写的诏书 《铁碗南京城》 有一则就写 亦吾者亡 亦我者亡下 信吾者生 信我者生 人皆无所逃于吾三人 天父与义子 义子就是 两个子 就是耶稣和天王本人 哇 另一则写到 我在天堂 边缘打 我在地狱打 我为人类生存打 我为消灭魔鬼而打 这个是瘋子的人 当时 马里顺的圣经 译本 将圣灵 译为圣神封 Holy Saint 就是 天父 及子 及圣神 当时他将圣神 或圣灵 译为圣神封 洪秀泉 不懂得三位一体的概念 因为圣神封 另有所指 1853年 他将圣神封 圈慧斯等投行 一并赏 一并赏给楊秀清 由此埋下和根 楊秀清 从此以圣神封子居 经常假装天父附体 以此脅迫 例之羞辱 和宅打 洪秀泉 引发两人的血声 拼斗 自从1853年 4月下旬 英国公司 文涵 邦涵 访问天津之后 法国公司 法国公司 布林 布隆 和美国公司 马沙利 相计抵达 获得大量 太平天国宗教的 直接资讯 包括已经出版的 所有太平天国的书籍 1854年 李文 保宁 Lewen Boring 他是新任驻华公司 保宁的儿子 的使团 在天津 向太平天国提出30个 包括宗教政治 军事战律 在内的问题 而太平天国 闭户三日作答 并反问了50个问题 很多都涉及到 基督教基本教义 在这一则历史问答之中 太平天国勾立出一个 有型的上帝 他说这个上帝 身材高大 长着红胡桑 穿着黑龙袍 否定三位一体 因为上帝是上帝 耶稣是上帝的长子 上帝还有红兽全等 若干亲生子 而上帝和耶稣 还各自有的配偶 天妈天嫂 圣神封职圣灵 不是三位一体的一甲 而是杨秀清 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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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清和萧朝贵 是享有天父天兄 附体传言的特权 他们所说的那些天父天兄 圣子 和太平天国享有 和圣经同等的神圣和权威 即是说 两个是 完全是 可以加在一起来说的 1854年6月14日 美国新任驻华公司 麦雲 麦雷 在访问太平天国报告里面 一句话 就反映了 和太平天国近距离接触之后 西方世界对于 鸿兽全球拜训礼会的看法 他就说 他们既不信仰 也不了解基督教 即是这个人 痴 愚蠢 无知 太平天国官方 事已修改圣经为其所用 杨秀清以天父下分为名 宣布圣经有讹当改 即是有错的 讹诈的地方就要改 下令停止圣经出版 1860年 太平天国出版 发行 《洪秀传执不散改》的圣经 将新约改名为前约 要点为否定上帝和耶稣属灵观 博弃三维一体观 三维一体论 此后也颁布了真约 即是新约变成前约 另外一把真约 为拜上帝教的最高经典 即是先有基本法 现在有国安法 为最高经典 1861年 英国翻译官 傅礼刺 Robert Forrest 就红秀传修改圣经一时 愤然地说 我们最好的苏格郎 译本被他用珠笔在每页的空白处 胡乱写上天意 搞到面目全非 1860年 抱住到太平天国境内全福音的幻想 红秀传的宗教启蒙老师 罗孝传 专程赴天经 经过一番交谈之后 他发现了 红秀传既否定了三维一体 也都不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 居然宣称 若书不好 即是当许 浸来乃是成若书 即是 他认为 即是 他自己是最大 他是救世主 即是 红秀传的上帝 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孙子 就是红天贵福 这个不单是红秀传的儿子 还被过计给耶稣 成为耶稣和红秀传的商鸟继承人 此时 高高在上的红秀传 不肯接受罗孝传的教导 反而劝说 罗孝传 背弃基督教 转头拜上礼教 而罗孝传 为昔日母 被这个偏执狂施仔感到庆幸 在南京生活了15个月之后 他确认这个人 与这个政权均无可扣约 他说 一到宗教的观点上 以及其他政治与民事的沽点上 他的黑暗的景况 使得我心中非常苦恼 立刻要离开他们 但我很联敏这里的贫苦百姓 他们也有灵魂 并真正的受苦者 第二年 1861年 另一个传教士 艾若塞牧师 Joseph Atkins 来到南京 他失望地发现 绝大多数太平军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这种无知 是由半军首领不幸的错误所造成 这个时期 先后访问天津的 还有美南浸讯会的 花瓦角牧师 Holmes 伦敦会的杨读信牧师 Gratheth John 和慕维莲牧师 他们都发现了 洪修传不是有瑕疵的基督徒 而疯狂残暴的疯子 拜上帝教不是中国本土化的基督教 而是彻底的异端邪教 清末革命党领袖宣文从事反清复命 即不是复命 反清的活动之初 一度以洪修传为榜样的 后来翻译洪修传 既非基督徒也不是革命者 他就这样写 洪氏之福望 知有民族 而不知有民权 知有君主 而不知有民生 即知有君主 而不知有民主 知有民族 而不知有民权 知有君主 而不知有民主 但 孙文的行事为人 早已打下了洪修传的乐人 我在桑海神州上星期节目已经说得很清楚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 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的 作为一个中途夭致的王朝 太平天国将暴力和流血 发挥到害人听闻的地步 中国历史上 任何一个王朝 为了稳定 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 而太平天国 将紧箍咒 直接带在其统治区里面 所有的民众头上 太平军所导致处 奸淫努力 无恶不作 在浙江丈山院 有一位目击者 描述了一个新娘 中几十个太平军官兵 轮奸杀害的事 他们还将新郎 开堂 破土 然后扬墙而去 等两人痛苦而死 文人黄罗兽记载道 有饱腹而饮其血者 有躲死之者 有滑心而食者 种种惨状 筆不忍输 一支筆是不能忍输 都写不出来 太平军抢女人 强拉少年入五 甚至将同志训练成杀人机器 跟当代非洲龙旺达大屠杀的军阀如出一切 其实是跟共产党解放军 当时的解放军是予出一切 这个很清楚 有共产党御用学者苦苦搜尋 发现了太平天国有个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封公遗迹 事实是否就是这样 且看看 红羊统治下 即是红兽传羊统治下的妇女的命运 红兽传在南京收据天王府之后 试图制造一群太监为宫廷服务 但太监制度是中国一悠久的文化累積 非一时可以掌握 不得已 他们只好征召妇女担任宫廷服务员兼保镖 数以万计的妇女论为奴隶勞工 一名慕名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看到了 比起满清帝国的统治区 太平天国的统治区 对色情业更加繁荣枪性 那枪就是女字边的枪 在江南乡村尤其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 由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和本地地皮流民 九集的枪船武装操控之下 妓女的船和赌场混然一体 即是黄岛独什么都有 1861年秋天浙江瘦水苑的河面上 停泊了两百多艘的妓女船 流离窗感受像 宵管声声就夜不适 总理苏福省民政的太平天国左同检 雄万泉路过此地 香官局请走汉器 雄氏重情声息 上次唱戏的幽灵 即是那些灵人 一百元 还花了五百元去买了一名妓女 但是那些被游脸被残害的女生 看到后世学者对太平天国男女平等 解放妇女的日美支持 一定会退其面 批其俠 一定会吐槽 太平天国具有某一种强烈的反近代化因素 这场动乱毁了江南地区数百年的文化累积 残害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 近代史学者郭廷尔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分析 即是说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迷信 绝对的暴力集团 神权极权圆会的统治 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 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 所造成的遍野的白骨 满地的竞技 太平天国的残暴统治不可能持久 他的拜上帝教的疯狂宗教也都好像 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学者蕭建生是中国文明的反思 中国文明的反思都相当好的一本书 他说到宋朝是中国历史的高峰 这个蕭建生先生 他就说 洪秀传绝不是什么追求西方真理的先驱 而是一个典型的邪教教主的化身 由洪秀传身上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的一些人根本没有什么宗教的观念 对宗教纯粹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他们本身根本不信基督教 所以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 拜上帝会也都销声力迹 宗教是经常被极权主义者利用的工具 在亚洲以前有东亚的太平天国 现在有中亚的阿富汗的塔利班 这两个政权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打着替天行道解放奴府挖大众的旗号 首先争取奴底层民众的支持 却建立起更加暴虐的政权 所以大家说 谁说要帮那些穷人的人小心点那些人 如果他们的想法是一种这样的思想 大家一定要唾弃之 塔利班政权崩溃之后 人们走进他的精神领袖奥马尔奥马的住宅 不禁为豪华的装饰眼花缭乱 阿富汗是中亚穷国 奥马尔教育人民 紧守教育艰苦樸素 他本人他过着海湾石油国家博王般的奢华生活 他的住宅占地达到数公顷 天花板以水晶装饰 长身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 还挂着精美的碧坦 即是一些阿拉伯的无坦 奥马尔禁止人民享受一切的娱乐活动 剥夺孩子们受教育和女性的工作权利 但他本人是挥金如土的享乐主义者 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 作家五立洋感叹 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 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 一旦他的固惑蒙骗 占成气候 他的腐化 他的堕落 他的愚弄民众 和奴役的恶行 就会和他起家时的谎言 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 但是 他是丹凡暴政的此作用者 不论如何塑造他的清教徒的形象 似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洪秀全 他利用了基督教 毛泽东 利用了马克思主义 阿玛尔和拉登 利用了伊斯兰教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他们企图建立的就是以自己为神 自己为神的一个独裁专制的权力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 太平天国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 其次是被以增暴范围代表的汉族 渔家侍身所组成的新式地方武装香涌所打败的 在一场血腥的战争中 初次登场的 还有一支奇特的外国雇佣军 战争的初期 作战双方的军队中 都有洋人的身影 双方都向洋人 购买新式的武器 拼请洋人帮忙打仗 到了战争后期 西方各国政府 由中立的立场 转向全力支持清廷 在太平天国服务的西方传教士 和武险家纷纷离开 而和清军并肩作战的西方雇佣军 成为了同载太平军的决定性力量 希望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 大家更加了解 洪秀全是什么家伙 更加理解 孙文、毛泽东、习近平 他们信仰的思想结构 或者他们的脑章的组成 是什么 之后我们充分理解 我们才知道 残缚是可以去到怎么样 而我更感叹的就是说 如果一个癫佬 只是一个癫佬 是不会 导致有这么多灾难 但是有一批人 跟他一样 同质同构的精神境界 才搞到 几千年来 中国 广而定义的中国 中国 都是这样 有什么样的中国人 就有什么样的暴君 你不要告诉我 洪秀全是一个癫佬 其他人都不癫的 他会可以示弱得到 同一道理 不要告诉我 只是习近平是癫 只是共产党是癫 而中国人是水心祸意中 一定要跟共产党拼到底 如果是这样 共产党就已经忙了 没有忙到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接近 我不知道多接近 但是接近14亿的红秀全 14亿的毛泽东 以及习近平 而他们当然 会支持这个习近平 也都想做习近平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而最后 下一次我们会说到 最后打败太平天国的 不是曾国藩 不是外面 不是里面的一些势力 是什么呢 是外国固庸军 那什么叫做外国固庸军呢 那叫郭登 大家如果读历史就看到了 什么叫常盛军呢 下一次我跟大家说 就是说 他停止一个暴君的示约 太平天国 灭亡 不是清朝的八旗 所谓陆林 这些已经失落 没办法的了 历史书都写过了 香勇提出 是一个辅助的力量 真正打败太平天国的 都不是曾国藩的香勇 这些历史书完全写错了 是什么呢 外国固庸军 下一次再跟大家说 акс钢 好 咱们 咱们 来不见到